主力筹码在哪里,标股就在哪里 独家AI筹码运算APP,全市场第一个找标股神器 当冲短线波段涨幅一次轻松拥有 明确进出讯号带来千万绩效收益 用最短速度赚到翻倍资金 当天现转涨停板也没问题 点进当冲最爱,自动找出20档出量喷发股 开盘涨4%跟上满进,盘中锁涨停 筹码大师APP全新改版上线 热赚标股,解锁财富人生 选择筹码强势股超盘手,非你莫属 大家好,我是筹码大师李中心 昨天美国股市高档挟幅震荡 费城半导体受到美光和NVIDIA回档的拖累小跌 不过今天台北股市仍然是永贯三军 今天早盘盘中一度涨了100点 收盘小涨29点,不过成交量放大到了3217亿 那今天盘中仍然是个股和类股轮动的相当健康 只是有的人会说老师最近的轮动会不会太快 就这样看吧 为什么会轮动,因为你看哦 来到了前波的高点 大盘的加均指数 今年的最高点是17463,今天差一点点 差20几点没有过 那其实很正常你想想看,从7月份的高点 套到现在要不要出现 指数终于上来了,要不要出现震荡换手一下 所以震荡换手在这个地方 没有信心的原来套牢的筹码换到近期买进去 有信心的人的筹码身上 这个对指数来讲当然是好事 尤其是昨天我大事业化的重点 美国股市没有什么涨啊 可是重点是什么 来 昨天晚上美元持续的贬值 其实昨天贬值幅度还不小 那当我昨天在写大事业化的时候呢 波段贬值是来到了4.29% 当然今天 目前美元指数还在贬 还在贬 那台币当然 对台币来讲有持续升值的空间吗 今天新台币啊 盘中,昨天盘中升一脚 今天盘中升两脚 哇,果然哦,如我的预期 当时在10月底 真的你不应该把台币换成美金了 我大概连续讲了两个礼拜 从10月中一直讲到10月底 甚至11月初我还在讲 拜托大家 不要把台币换了 因为台币要升值了 台币升值对资金的效应来讲 当然是好事 现在问题不是 现在可以进场嘛 你不要再问这个问题 老师我错过一千多点的 那个涨幅了怎么办 现在可不可以进场 当然可以进场 随时可以进场 而且你现在就应该进场 重点只是要选择什么标的 比较有大的报酬 都会涨啦 都会涨 你大概选什么股票 因为 我既然看大盘这里是主升段的主升段 今年的高点17463 不是重点 18000也不是重点 我认为大盘将要挑战历史新高 所以既然要上来 都会上来都会涨 重点是 如果真的上来 真的突破18000 真的突破历史高的18619 什么族群什么个股什么类股 它会涨得比较快同样的时间 你的报酬率会比较高 或者同样的 趴数同样的 时间你什么股票你趴数会比较高 对不对 这个是你选股必须要考量的重点 因为资金有时间价值和机会成本 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 因为前天嘛 前天是27号 每个月的27号 照例我们的国发会会公布的景气对策灯号 我记得在那天的前天 前天的节目我也说 连续本来是连续10个蓝灯 9月份终于变成黄蓝灯 我认为10月份又掉下来的机会 还蛮大的 不过掉下来的不用紧张 所以你看嘛 礼拜一灯号又回来蓝灯啊 本来连续10个月的蓝灯 终于9月份翻上来了 10月份又掉下来 可是礼拜一告诉你灯变成蓝灯 结果昨天大盘涨了150点 是不是 就今天继续涨 老师那景气灯号到底怎么会这样子 你看哦 我讲过N遍 加权指数其实是经济的橱窗 它是景气的领先指标 我讲过好几次 那其实在国发会的这个景气对策灯号里面 在领先指标里面 股价指数其实也是领先指标之一 那在我们的景气对策灯号 有参考9个指标 股价指数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就来看看 这次的景气灯号到底我怎么看 这是国发会网站下载下来了 景气对策灯号这是去年10月 11月开始变成蓝灯 这去年11月12月1月2月 所以今年的2月10分 是最近大概十几二十年来最低分的 10分 因为景气对策灯号有9个项目 每个项目从1分到5分 蓝灯是1分嘛 2分是黄蓝灯 绿灯是3分 黄红灯是4分 红灯是5分 那所以 就10月份和9月份来做比较 10月份总分是16分 9月份总分是17分 所以少了1分 从黄蓝灯变成蓝灯 为什么呢 其他7个项目分数没有变 变动的项目在股价指数 股价指数其实分数是变高的 本来是黄红灯变成红灯 因为去年的10月份 指数是收在12900多 今年的10月份 大阪是收到16000点 16000点附近 差了3000多点 所以指数涨了25% 它是红灯 所以它从4分变成5分 可是海关出口呢 从好像正6%变成负的 所以它从绿灯变成蓝灯 从3分变成1分 所以其他的分数都没变 股价指数多了1分 海关出口少了1分 所以呢 少了2分 所以指数加起来就少了1分 变成16分 重点是什么 重点跟各位说 因为景气对策号这些数据 M1B工业生产指数 都是跟去年来比 去年基期DPT低啊 去年的11月份 它是12分 各项指数都很低 11月12月 1月和2月更低 所以未来你会看到 只要比去年 今年的11月 如果比去年稍微好一点 你就发现分数开始增加了 即使不增加 到了明年的1月2月分数更低的时候 因为跟去年 一年前来做比较 懂意思吗 所以我个人看法 11月或者最晚12月 应该你就会看到 灯号又回复又上去了 因为比较积极的关机 所以你看哦 去年的低点什么时候 去年10月份嘛 不讲过很多次 10月份的低点 景气对策灯号才持续往下 到了去今年的2月 灯号10分的时候 股价指数已经不知道涨到哪里去了 2月份的灯号是3月27号公布的 当时股价已经从 去年10月份的低点 涨到今年3月份已经涨到哪里去了 所以股价总是 领先景气3个月到半年反应 你就记住 所以你不要看到 糟糕又回来蓝灯怎么办 因为未来的比较基期都在低基期 可能看到11月可能12月 最晚大概12月吧 你就会看到灯号要上来 这是我昨天在直播跟大家分享 顺便跟各位说 那昨天美股就 平盘上下狭幅震荡 费成半导体稍微弱一些 重点你看美元指数到今天盘中 还在往下 是贬值信台币 一个大跳空 往下是大幅升值 道雄昨天还创了破乱新高 S&P500其实表现不错 就是在高档震荡 那他们 也是准备挑战今天的高点 纳斯达克比较也还OK 比较弱的是费半 费半还破了十字线 还跌破十字线 费半的KT指标也回到五字几 确实比较弱一些 不过今天台股不错 所以你看这一波的低点 这里吧 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是不是 我第一时间掌握 对呀 对不对 11月2号 当天的早盘因为 前一天晚上 利空破底之后 KT指标低档背离 有没有 在这里低档背离 在这里低档背离 这里 然后连两红之后 我跟各位说 反弹不会只有今天就这天 11月2号早上跟各位发了抠讯 所以你要加入我们好朋友 你才能盘前得到什么 盘前叮咛 对不对 一路涨 启动之后 是不是 我总是提早预告 要成为赢家 你总要事先知道吧 事先预告吧 费半低档背离 纸跌反弹 结果现在反弹变得回升了 那 我是不是也预告 台币高档背离要直扁转身 是不是 我在10月中到10月底 拜托大家 不要再把台币换掉了 对不对 你不要再换美金了 因为台币要升值了 当时 很清楚 这是10月27号的图 有没有 高档背离呀 是不是 就新台币 你看到今天还这样 新台币这波升值了3.88 从 这波的高点 32.491 兑换1美元 到今天31.256 升值了3.8% 可是美元贬值更厉害 美元指数你看 这是 今年的10月1号 对不对 到这里 美元从高点 到现在贬值了4.55% 所以 新台币看起来升得很凶啊 跟美元指数贬值来看 还升得不够啊 对不对 美元已经贬了4.55%了 汇率贬4.55%是很惊人的 很惊人 真的很惊人啊 所以这波的资金行情真的 势不可挡 钱不断的进来 因为美元贬得太快台北升得太快 其实就是我说的嘛 两头赚啊 台北股市在涨 汇率又升值 你放的都不动 你汇来台湾都不动 已经赚3%多了 两个礼拜 是不是 100万进来已经变103万 103.8万 什么事都不用干 这就是汇率升值的魅力啊 为什么资金是要进来 因为台币一直在升值啊 懂了吧 所以这个是去年的 美元指数 那这段去年美元 这一段 贬值 造就了这段 将近6000点的涨幅 那去年新台币 这段 的升值 从10月底到11月底 这段的升值 也创造了台北股市 这段 将近2500点的涨幅 对不对 所以我当时是一直提醒大家 拜托不要把台币换掉 台币要升值啊 那这一波台币的升值 如果你错过去年的行情 你今年的行情一定要把握 讲过N遍了 所以资金行情真的正式展开 那主升段的主升段 今年的高点 17463 这个第三波啊 主升段的主升段嘛 这里一定避过嘛 我个人看嘛 连这个高点 18619 都要过 这是我的判断 所以 我不是说吗 你不要看到18000 才说老师我还要找标股 过了18619 老师这个地方是不是行情才开始啊 那就太慢了 就像我昨天大世界化说的 不是 行情有没有 重点是 你现在该进场 选择什么样的标的 随时都要进场 只是选股的问题而已 所以今天的大盘 来 创下 这一波反弹的新高 不过 今年的高点 17463还没过 差一点点 今天好像差二十几点吧 电子肋股呢 连上礼拜的高点也没过 对不对 最强就是 最强是OTC 电子股是已经超过今年的高点 在这里7月份的高点过了 OTC你看连两根长红 OTC前天长黑的时候 大家都 唱衰 只有我说这里是多头 拉回来震荡换手洗盘 对不对 我相信 前天嘛 都涨什么 生技股啊 大陆疫情 疫情的关系 大家 有一半的人 都把 电子股卖掉 跑去追生技 就生技有大涨 大部分都回来 对不对 所以重点 还是选股和切入点的问题 你看OTC 果然如我的预期 这一波最强的 就是OTC 对不对 OTC连续两根长红继续创下 今年的新高 要挑战高点真的不困难 所以来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边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NE AT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那怎么样看到大世界话呢 很简单 加入筹码大师的LINE AT 然后点击手机右上角的记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PO的K线图 我们的大世界话 筹码表格 还有 每天的节目 那我每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赢家的观念 赢家三大要件 各位一定也都会背了 看对趋势选对股票遵守纪律 这波的趋势在 11月初 大盘最低点的隔天 那天起账点那一天 11月2号早上的盘前 提醒大家反弹不会只有一天 不会就这么一天啊 大盘当天涨了358点然后 从此一路往上涨 一路不回头 这两天大盘往上走 不少我们看到空单持续增加当中有些标股 空单还在增加 我跟各位说 你不要嫌他涨多了 就像我们的华泰 昨天空单增加1000多张 今天又涨停板 所以 你不是看他涨多了就空了 你真的要 要卖股票 真的让他转弱 转弱再来嘛 你说老师转弱就空 卖不到高点 高点 低点不是你决定的 那是市场决定 对不对 所以你认为华泰涨多了昨天涨停板锁起来 今天如果你空了 今天你大概不会停损回补 你今天涨停板你可能再加空了 这就是人性就像你逢低摊平其实一个概念 那这个都是左 左侧交易 右侧交易是 明明是多头你就一个方向就做多嘛 你怎么会在 拆高点的方式做多 或者是摸底的方式做多呢 所以这个就是 操作逻辑我的做法 我是 右侧交易 我就是 买在趋势转折的时候 才做动作 所以你看 为什么 要选择我们 因为我们选对股票 我们选择股票量价筹码打分数 那真的很 一级棒 我们是透过什么 量价筹码打分数 然后加权平均之后 选出来市场 最强的 最有可能成为标股的资优生 那这讯号不是什么指标交叉 也不是MACD交叉 没有那么简单 每天MACD交叉的股票 大概500档 你怎么知道该选哪一档 对不对 这不容易 所以 对一个 城市的设计者 例如说 对我来说 我要把这30年的经验 画成电脑能懂的语言 然后 因为有的人 一样跟我有30年的经验 可是他对电脑语言不懂 他很难 用他的逻辑 把他逻辑告诉电脑 让电脑懂不容易 那我们有幸 那个时候 在大学的时候也学过一些计算机概念 也对电子 城市语言 有一些了解 所以 我能 解读 电脑到底该怎么懂 怎么用写他会懂 然后我把 我这30年的经验 化成电脑能懂的语言 化成参数和公式 让电脑 去回算所有台北股市 每一档股票的历史资料 选出来 成功几率最高的 一组公式组合和参数 然后 把这个 最复杂的工作 简单化 选标股就这么简单 你看 华泰 来 因为他10月营收增加35.8% 重点启动 对不对 你这里都不用买华泰 因为你在这里买华泰 你很容易在起上点把它卖了 对不对 我讲了N遍了 所以我们不会买在这里 老师买这里比较便宜 你在这里多10% 对 我在这里买可能多你10% 但是我隔天拉回来买可能还不到你10% 重点是 为什么在这里出现讯号 因为95分 这里为什么不买老师比较便宜 因为 你等了两个月终于涨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买 比较快呢 这就是 所谓的右侧交易 操盘手的概念 8号出现讯号 9号拉回来我们买的 我们买的盘下 前天涨停板大涨我拉回来买 9号大概买了48块1 48块附近 我们抠进去的时候刚好掉下来 我们大概平均成本买了47块9 有没有 48到482 这是我们抠讯 11月9号买进 拉回来买嘛 10号还在这里 结果呢 这一天11月16号我们出掉一半 为什么 因为前波高点来了嘛 哪里这里啊 这里出掉一半拉回来我们买回来 然后呢 来 那后来买回来啦 17 11月我们16号这里卖掉 对不对 17号48块多又买回来 为什么这里要出掉 我们几乎出在最高点 因为压力区来了 这是当时我的想法 所以我们出掉 当天价差就超过3块钱 出掉51块半了 掉下来 48块多 有没有3块钱 有 3块钱6% 超过6%的价差 买回来 昨天涨停 开心 恭喜涨停 今天又涨停 有没有 21% 今天又涨停 今天我们成本价47块9 今天又涨停 58块3 又拍手 华菜大不大只啊 所以我说 强的股票 你不要看它往上涨 往上涨 你想去拆高点 做空它 不是 做法不是这样 就是做多嘛 因为 趋势很明显 趋势往上 所以 做股票你不要去猜测高点 或者去摸低点 我们是转强进去 转弱卖掉 那华菜转弱没有 没有我们就续报 那创为也是我们抠信一档 来 11月15号 出现启动信号对不对来 11月15号有没有启动 我们有抠吗软体 1点15分好 来16号拉回 拉回我们做什么东西 拉回来买呀 11月16号来 114到114块半买进 有没有 这天好像前一天收116吧 我们先拉回来买进 买进之后呢 今天创新高呢 137.5了 也将近两成 从114到137.5 23块半 所以这就是逻辑嘛 这就是逻辑 这就是选股 这就是 强势股你不一定要追 切入他拉回 创为我们也是拉回买的 华菜也是拉回买 懂了没有 这就是概念 例如说今天创新高的原项也是啊 三角形跟着箭头 有啊 11月9号有没有原项 原项和台通 台通和原项 各扣一支 有没有 启动轰台通加码扣原项来 原项今天创新高171.5 是不是又是一个洗账点被我们掌握到 有没有 所以其实操作很简单啊 这个就是95分啊95分啊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市场的资优升啊 对不对 这两天大盘创新高了 你的股票创新高了吗 华赖创新高了 对不对 610是创为创新高了 原项创新高了 是不是 这就是选股 所以现在行情好得很 只是你可能还没看出来 或者是你下不了决定 买不下去 老师我错过1000点了 错过1300点了怎么办 可能后面还有1300点 我昨天在 直播也是这么说的 所以 你赶快掌握到这个行情 因为 去年你错过了 你今年不要再错过 而且我认为 今年现在行情比去年还要大 去年10月份 大涨一段 其实 去年的10月份一直涨到 今年的7月 那这波的行情 到底要涨多久 不是 一个月两个月就结束的 所以 这波行情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赶快 帮自己赚年终的红包 来滑通 也是启动啊 所以你看 这里都不要买嘛 对不对 买这里干嘛 老师我这里比较便宜 你这里买比较便宜 这里就卖了 对不对 我们这里才买 可能买的比较比你贵 可是你看 你看 11月13号是不是 来 20号 21号 67块多了 来 71块多了 昨天74块8 30% 连滑通都30%了 大牛股是不是 大牛股跳舞了 你看 今天在创新高76块4 33.6% 有没有 就从这一路上来的 不是吗 这是不是选股 华通你也知道啊 华太你也知道啊 原相你也知道啊 610是创委你也认识啊 不是吗 这股票我相信各位你都耳熟能详 但重点是 选择切入点 这蛮重要的 所以你看 这是有抠讯 会员的手机抠讯 还有APP上面的抠讯 团队权力的资源 真的胜过你个人的单打独斗 你要面对 强力的 对手 因为全市场有 业内主力大户 公司派 还有三大法人 资金都大得多 而且还有内线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赢过他们 就像我常说的 这些知道公司内部消息的人 一定会先做动作 好消息他会先进场 坏消息他会先落跑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筹码大师 因为 筹码是永远的领先指标啊 没有办法把每一家公司的基本面了解得很透彻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把所有公司的筹码面都搞得很清楚 然后呢 大户布局 我们不用跟他布局 等到大户点火 我们就进去 这就是操作的概念 你看这张股票敦泰 外资这个12天已经买了20%持股 有够离谱 持股20% 这12天喔 外资买了20% 敦泰 敦泰什么时候发现的 11月14号 1点05分 1点05分 11月14号就这天啊 11月14号就这天啊 也没收涨停 对不对 好 隔天又一个 加码需要 三角形跟的箭头 凤毛麟角 知优生中的知优生 因为连续两天是知优生 对不对 好 敦泰一路涨 第一根涨停板是 20%来 27号还拉回 不是 就礼拜一啊 大家都说电子股玩完了哪有啊 对不对 昨天再创新高132.5今天 来 昨天涨停板 对不对昨天涨停板 今天再创新高136 从这里95块到 今天的136 43%了 外资你还买得这样 这外资的筹码 一路买啦 全市场这12天 持股比重最高的一档就是敦泰 那我们是不是跟外资同一天找到了 就这天啊 这天啊 11月14号 对不对 不是买这里啦 是买起账 现在大家懂概念了没有 你这里搞了一个月两个月 涨不到10%了 这里 半个月 半个月 半个月吧 这边14号这天29号 半个月40% 你要不要说这个吗 这就是所谓的效率操作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这档股票也是啊 低档 全市场排名第二名这支 金利科啊 对不对 也是低档一路跟各位追踪 有没有 一路追踪 152块 190块 203块 223 238 253.5 实在有够会长 来 今天又创新高了来 今天254的 从117到25是涨了117% 你要的不就这个吗 你要的就是起账点 你要的就是资优升 你要就是全市场最标的股票 我们有没有做到 我们做到了 不是吗 每天最终呢 从最低点一路追踪到现在呢 涨了一倍的每天讲 不是吗 是不是每天讲 对不对 所以你看安国来 第3名的吧 从33块多 今天来 今天到哪里 今天100块 昨天直播很好玩 因为昨天直播一开始直播 有人说 被安国气死 因为他可能把安国卖了 因为昨天安国涨停 我说如果你还有安国 因为有人在问安国还可以买 我说有安国拜托不要买 因为昨天有隔日冲大户买了9000张 成本几乎就在涨停板附近 我说隔天 再往上集拉这些隔日冲大户都要卖 往上集拉你就要卖 先至少卖一半 今天最高来到100了 收很长的上以线 好像收94块半吧 如果你卖了涨停板 哇价差已经5块半了 不少超过5% 所以 这种股票 急涨你要先在那卖方 因为前一天涨停板隔天 就是隔日冲大户要卖的机会 你就不要追 拉回来也可以买 甚至你急涨卖掉 现在差了5块半 买回来 你有价差可以做 铺段 还是多头 铺段也没出现平常序话 当然续报 只是说急拉的时候 尤其涨停板的隔天 你要懂得稍微做点价差 我昨天直播就说 今天早上不要再追了 急涨一个卖的卖方 调节一半拉回再买 那从这里333.35到100块 刚好三倍 刚好获利200% 199% 33.35 到今天 中元100 三倍 股价涨三倍获利200% 199% 到现在没有平常序话 这就是重点 悬股 悬股难不难 买股票不难啊 买到标股就很难了 对不对 标股要抱得住才是学问啊 标股要抱得住真的最难 但是你按照我们的系统 按照我们APP 标股一路抱到底现在没有平常序话 对不对 这就是赢家的操作策略 来 林洋创新三角形各人见诺 这两天要震荡 一根涨停来 两根涨停 28号昨天嘛 对不对 今天创新高23%多 平常序话说的没有 没有啊 要不要做价差 看各位嘛 急拉卖一半拉回来再买 你也可以做价差 不然你就很简单 买进去抱他一个破断 林洋创新 预创也是 来 预创 23号涨停版 对不对 这两天震荡 昨天 今天小震荡 当然续报嘛 没有平常序话 所以 要成为赢家 第一个人要选择对的标的 然后报他一个破断 黄昌一个大破断200多% 对不对 玻璃一个破断103% 这都是 在节目里面一路跟各位分享 所以 真的各位 你不用羡慕 你也可以做得到 支付APP 负责帮各位选标股 各位你负责什么 各位你就负责数钞票就对了 所以你看金利科 我相信你错过很可惜 100多% 对不对 黄昌267% 玻璃 92% 安国 199% 对不对 这都在节目里面是天天分享 是不是 来 寒色64% 转弱就卖掉嘛对不对 情邦44% 转弱卖掉 就简单了 就这样做就好了 最高点哪里我不知道 但是当转弱卖掉 买在起上点 卖在转弱点然后再找新的标例 来回这样一直操作 不断的做良性循环 来 加合一个一大段来 66% 今天还要创新高来不及印图了 敦泰今天创新高43.6% 对不对 这都是每天讲的 华泰今天又涨停板 对不对 创为今天创新高 是不是 我们家族成员手上的股票 包括华通 是不是 33.6% 通加 来 所以通加和 雅信 正当拉后你的续报嘛 这档股票 各位你要跟上 这档 来 昨天跟各位说 昨天买了 投信刚买嘛 对不对 好 其实底部报大量 这个量比这里还大 我一直认为这里会过 因为这里让 低档实在是报了很大的量 投信才买了两天 今天 昨天又买进去呢 今天本来很开心 充满又掉下来 又掉回来我们这本附近 有点气 其实也不错啊 刚好是各位的机会啊 没有上车的 赶快跟着我们上车 这档股票 投信才刚进场而已啊 来 所以我已经把最复杂的事情 简单化 你的选择 就很简单 跟着我们 轻松 快乐的选标股 你的选择 来 如果你是每天要选标股 最简单的方法 把我们的App带着 一点到一点 15分都会提醒各位 那如果是上班族 退休族你不能盯盘的 盘中及时 讯息带到 好股票震荡出现好了买点 第一时间带各位进场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 支付专线 成为支付赢家 我们明天见 你想跟上最专业的效率操作吗 记得订阅我的LINE YP和TG 这样才不会错过 筹码大师 最贴盘的资讯